在我们日常生活里,会遇到这样一种人,打起电话来总是啰哩啰嗦,不注意节省时间。 不信就请你听这段相声,打电话。 他怎么打的? 我给你学学。 他这是干嘛呢? 这不拨号呢? 这是拨号啊。 喂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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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说话? 哎呦,拿到了。 这不倒落。 喂! 你是四局五六七八吗? 我是一局二三四五电报挂号二百二十啊。 谁问你这个了? 我找小王讲话。 三生一数,中间来一点那念玉。 上他来宝盖那念宝。 旁边来个耳朵加个走针弄个反文,他没这字啊。 多新鲜呐。 喂! 是小王吗? 嗯。 我正找你呢。 嗯? 我是谁啊? 我是啰嗦啊? 我瞧你就够啰嗦的了。 我请你听戏。 今天晚上。 嗯。 长安大席院。 嗯。 票都买好了。 楼下。 十排。 三号五号咱俩挨着。 嘿嘿。 发毛一张的。 我买两张,花一块六。 给他五块,找我三块四。 嗨! 他这儿爆账来了。 啊? 什么戏啊? 你猜猜。 猜猜。 啊? 京剧? 不对。 啊? 平剧? 不对。 嗯? 歌剧? 哎。 对了。 不对。 不对? 你乐什么呀? 告诉你吧。 乐剧。 哎。 梁山伯与祝英台。 嗯。 舞台剧没看过啊? 你来看看吧。 舞蹈动作美极了。 嗯。 唱片也好听。 尤其那点。 就那个那个。 就那个楼台会。 哎。 那时候我给你晓晓啊。 晓晓? 晓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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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。 晓晓。 你看我这身段怎么样。 看得见吗? 你来看看吧。 啊? 还没吃饭呢。 那我给你准备好了。 花一块钱买十二块饼干。 我吃四块给你留八块。 好嘛。 还挺照顾他的。 啊。 长安大西院。 就从你家里出来啊。 坐一路公共汽车。 花一毛钱你坐三站。 哎。 车上有座你就坐着。 人坐你就站着。 这不都废话吗? 下车之后啊。 你往对面瞅。 从西部署第三个电信杆子。 我在那等你。 哎。 喂。 别在电信杆子上去找我去啊。 嗯。 啊。 七点一刻开眼。 七点钟等你好了。 准时啊。 不见不散。 七点啊。 准时再。 呃。 喂。 那什么问题别来了。 怎么又不来了。 现在已经八点半了。 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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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